将是认真指导 怎么正确佩戴口罩台下问奖 也仔细聆听 宋山机场防疫问奖培训班 只要上完课程 捷讯就能领到机场防疫车队卡 加入防疫车队 但现在计程车自律委员会会长和干部 却涉嫌教措问奖上课 诈领补助金遭到起诉 原来北市计程车驾驶职业工会 前年7月举办防疫计程车驾驶 5天培训课程 自律会联系会长和装信财务 却遭控诉教措来不及报名 培训的诚信及奖信问奖 冒充另外两名在其他单位 参加过培训的司机 在签到表上 为前姓名让两人各诈得 6320元转型培训费 被告会长频频喊冤 强调自己是遭到报复 而原本告人 自首诈领的诚信和奖信问奖 这下也被依未造文书等罪起诉 实际个人本身的问题 回归太多被人的取杀掉 加冤了 所以他就在后面搞东搞西 告人告人告人结婚 告到最后 你现在也是一个被告了 实际来到松基 排班问奖也都有耳闻 认为是两名问奖诈领又提告 但目前北检将四人统统起诉 会长是否真的清白 只能近代司法继续调查 谢谢张卫兹 谢鸿如采访不到 老翁在农会哭天抢地 谁来都安抚不了 因为他以为自己儿子被绑架了 想会一百万元救儿子 老翁哭得很惨 求警方别插手 原警一边苦口劝说 一边赶快查老翁儿子的电话 终于找到了也打通了 老翁在确认儿子没事的这一刻 终于冷静下来 老先生称儿子遭当户绑架 如不交付现金 新台币一百万元 则儿子恐有生命的威胁 老跟绑架诈骗 经常让和子女分隔两地的老人家 紧张上当 诈骗集团电话是假的 长辈的眼泪却是真真实实的 还好航员激情报案 在远景吉利的劝阻与查证之下 帮老翁保住这一辈子 存下来的辛苦钱 记者许一文王世函苗栗采访报导